香滑芦鱼球 香滑芦鱼球是广东传统十大海鲜菜之一 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是净芦鱼一千克 所用的辅料有菜心 配料是大葱五克 生姜三克 胡萝卜片 调料有绍酒十五克 白糖五克 味精一克 精盐十克 另外还要备有上汤一百克 芝麻油一克 湿淀粉十五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先将芦鱼去掉内脏 摘洗干净 从背部沿着脊骨滑开 炭黄的科技 舌头一斤 去板骨滑入 好 酱骨滑入 取出鱼肉,去掉鱼皮。 成为净鱼肉后,再改刀成鱼球。 将鲈鱼肉放入容器中,加入盐味精拌匀腌制。 下面再另取一个容器,放入盐味精。 烧酒,芝麻油和水淀粉,对成芡汁。 现在把炒锅上火,放入上汤。 中火烧热后,放入洗净摘好的菜心。 再淋少许油焯水,焯透后捞出,沥净水放入容器中。 炒锅放在火上,放入油,将腌好的鱼球加入淀粉拌匀。 等到油热后,放入锅中。 泡油制熟后,倒出沥油。 炒锅。 炒锅重新放在火上。 再放少许的油,下入姜花、葱缆。 炒锅。 炒锅后,放入划好的鱼球。 倒入兑好的芡汁。 炒至芡汁成熟后,颠翻均匀。 盛入超水制熟的菜远盘中。 好,现在这道香滑炉鱼球就已经做成了。 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鱼球在滑制的时候, 要用旺火温油滑制。 另外,芡汁倒入后,要轻轻地炒拌均匀,以防止鱼球破碎。 这道菜的特点是,色形美观,鱼肉酥滑,菜远细嫩,鲜香可口。 IcellEt G1 FL MUS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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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